进步的终极是连物质与自然一并掌握 作为你至高无上的主人 你无权拒绝我的命令 米莱迪是一名操控机械的输出型法师英雄 依靠强大的机械军团 米莱迪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对敌方部队和建筑造成巨大威胁 被动技能机械扑从 直接被米莱迪或者机械扑从击杀的单位 会在其附近召唤一个机械扑从 短暂时间后冲向附近的敌人进行攻击 机械扑从近战输出且攻击力和生命值 移动速度受到米莱迪的法术强度加成 且至多存在五个 机械扑从如果没有被击杀 生存期结束后会将发生爆炸 对附近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一技能空中支援 米莱迪指挥飞行器朝指定方向飞出 对沿路的敌人进行扫射造成法术伤害 飞行器连续攻击两次以后 下一次攻击将会对目标发射一枚导弹 造成法术伤害 飞行器在飞行的过程中 米莱迪可以发出指令 让飞行器进行一次分裂 变为两个飞行器进行攻击 分裂的飞行器造成法术伤害 如果敌人同时受到两个飞行器的攻击 将会受到短暂减速效果 二技能强制入侵 米莱迪标记一个位置 短暂时间后召唤一个机械扑从 落地时对附近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二技能每隔一段时间会储备一个机械扑从 且至多储备三个 三技能耗劫磁场 米莱迪朝指定目标发出一颗信号装置 标记并短暂眩晕敌人 眩晕结束时目标还将受到短暂减速效果 被标记目标受到磁场干扰 每0.5秒造成法术伤害持续3秒 干扰效果结束时 引发磁场爆炸攻击附近的敌人 造成基于干扰期间 来自米莱迪和他的机械部队 对其造成的总伤害百分比的法术伤害 如果磁场爆炸直接击败了被标记的英雄 或者在标记期间死亡 将在其附近召唤三个机械扑从 米莱迪连招技巧为 3 1 2 普攻 三技能控制敌人 接一技能打出伤害 利用二技能召唤机械扑从追击敌人 最后普攻追加攻击 米莱迪的伤害主要通过扑从的攻击来完成 通过召唤扑从进行攻击 米莱迪可以在安全的位置对敌人造成伤害 召唤机械大军 从而避免自身受到伤害 团战时 米莱迪利用大招斩杀敌方英雄 可以瞬间召唤多个机械扑从 所以三技能的释放时机非常关键